只要一百块 这是三千的大盘机 吃的那个包子 这个是大盘机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三十五的抓饭 这个顿带有点猛 欢迎订阅 各位朋友们 我花了三千多买了一张飞机的年票 那游戏规则是一年内 这三十个城市都可以打一次的来回 刚好新疆下了一场三天三夜的大雪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准备赶过去 跟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Let's go 我们到新疆了 现在已经在下雪了 看到没有 我还戴了秋裤 待会找机会坏 这边的血是松松的 麻烦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雪 刚下飞机 待会要改一套 11点多的雪国练车 那么中间四个小时 我们想尝一尝 新疆火遍全国的几个名菜 烤包子 大盘机 抓饭 肉串等等 那么想一口气把它都吃了 那么找一家店 这家店抓饭王 可以看一下吗 这个来一份 哇 请抓饭 今天的豆豉 这点卖完没了 抓饭 两份三四五的 刚刚肉一份 烤包子没有 薄皮包子 那四个 三个肉串 三个有个包干 刚子肉 最大的被我拿走了 不好意思 刚子肉尝一下 第一次吃 观众老爷们吃 哇 好香 太香了 啊 天然的这么来一口 我觉得这个汤很好吃 来 这个是三十五的抓饭 这个肉量有点猛 嗯 怎么你的 它这个饭也是甜的 嗯 好吃 三个干 三个肉 五块钱一串 这个量也挺大的 观众老爷们先吃 这羊肉 这是什么 哦 脆了 好吃 这羊肉吃不出来羊肉 就是没有什么香味 完全没香味 还是这个刚子肉 香味 我以前只是有香味 我也是 越香越香 干子肉因为它有羊油 会把那个香味 它这个羊也太新鲜了 所以才没有香味 嗯 这个味道重 它是干外面包了一层羊油 成为贼香 这个肝肥好吃 这个肝肥好吃 包子是夹吃的 要配大蒜吃 哦 哦 哎 老板娘 这种酸奶是什么 酸奶 全全的酸奶啊 这酸奶好酸啊 薄皮包子 三块钱一个 哇 它这个肉你们看 当天它里面肉很烤 谁两个 你两个 这个薄皮包子 我觉得全是肉 这个皮也太薄了 我觉得肉食主义者 我来这边吃 简直是天堂 哦 哦 就正常是这么吃 人家小姐吃 五菜 一个人的量 还是两个人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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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到了啊兄弟们 你们烤包子不做了吗 冬天不做 夏天不做 冷的太快了 别冷就不好吃 新疆的贝果 它那个重量我感觉下去了 那手呢 听一下感觉 有新疆式贝果 哇 这一个大家吃完了 别的都不会吃 这个也太晚了 放一下这个汤 还可以这样 爆酒还没 这份都我们拿 这么大 这份多少钱 一盆 200块 真便宜 看一下新疆 100块钱的大盘鸡 这是一只鸡的量 还是半只鸡的量 一只鸡 一只鸡 1公斤5 1.5公斤 这个是我们刚才吃的那个包子 这个是大盘鸡 给大家看一下 新疆的大盘鸡 分量是这样的分量 你猜一下价格 给大家看一下188 你呢 198 都不对 只要100块 就是三斤的大盘鸡 太实在了 最近我们装这户的人民 我们来尝一下 美口土豆 甜的 姐有放糖吗 放糖了 多了 来 我们来尝一下 哦 好吃 它甜甜辣辣的 那感觉 好吃好吃 来一盒碳蒜 这个吃不完 没事 等我打完饭 我都吃了 你能吃完 吃不吃 我不吃 我吃大盘鸡 我觉得今天最夹的 那包子有 蜂蜂老爷 愣吃 哦 太爽了 热了 先把鸡吃了 还有三斤的鸡 好吃 我来尝一下 石面 不行不行 石还是小 就要掰成小磨 对 我总是 就感觉像石心的面包 像是什么 就这一个 我们72万都是这样的 第一天出来 猜一下今天消费多少钱 243 286 250 好准啊 250 今天消费250块钱 人群我们四个人 420才用10块钱 真的 就是我们今天把全国 对新疆菜家庭或小的几个 都吃了一点 见识了在新疆本地的量 有多么的恐怖 而且它的味道真的 在我们好上吃到的 真的是不一样的 有机会大家真的 来新疆一定要吃一下 这几个菜 因为自己有要求的范围 冬天怎么做烤包 对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要去赶火车 然后过两天还要再回乌鲁鲁鲫 再吃一下当地特色的几个菜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